明春在大馬路上開車 看見左方有一家素食店 肚子餓了 決定開車進車道買東西 沒想到後方跟了一台警車 遠景竟然下車開單 警方開出了這張罰單 上頭清楚寫著 跨越雙黃線左轉 卻讓駕駛直喊冤 仔細看素食店門口的雙黃線 明明路中央有個缺口 駕駛無奈表示 他當時在缺口左轉 為什麼還會被開罰單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 雙黃線正確名稱 叫做分享限制線 在道路上隔離雙向車道 明文規定 如果車輪跨越雙黃線 就可以稱作是逆向行駛 任意跨越者可以儲600到1800元的罰還 遠景疑似跟車跟得太近 沒看到雙黃線明明有個缺口 駕駛左轉進素食店之後 沒想到遠景跟進來開錯罰單 讓當事人抱怨連連 記者林醫生黃靖文 宜蘭報導